今個禮拜跟大家展示一下澳洲聖誕節是怎樣過 我這裡是夏天來的 其實現在是18號 即是還有一個禮拜才是聖誕節 但是因為外面今天有個聖誕節 所以我們就想要和朋友一起去玩玩一下 你有三年都沒有玩過 那現在就去看看吧 我們要去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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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玩完了,就准备回宿舍 本来以为Christmas Ferry会是那种大型的家庭卯会 但其实没什么要玩,很小,然后只有几个吃东西的摊位 而且又贵,所以只吃了一份炸鸡 然后晚餐也是外面找餐厅去解决 就是这样 我觉得圣诞节好像要冬天比较有气氛 不知道是因为还没有特别多的装饰 看看25号那天外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25号要出去探索一下 可能还有一个星期,看看之后会如何 我之前第一次来澳洲的时候有见到穿短袖的圣诞老人 不知道会不会在圣诞节节的时候可以再找到 可以给大家看 哇,这里很黑 好了,就回到宿舍了 反正这么黑,什么都拍不到 好,就25号再见 今天是24号,平安夜 我本来明天约了朋友一起出去玩 但因为明天天气不好,会下雨 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行程 没办法 就唯有现在去超市场买一下菜 看看可以吃到一个圣诞大餐 安慰自己的小生命 本来不如明天出去玩 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那些 夏天的圣诞节应有的特色 展示给大家看 但是没办法 那现在去超市场的话 就看看外面商场 有没有那些好玩有趣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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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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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